今天要去日月潭玩的話 那我要跟你們介紹來行程 其實這邊的話基本上 出發前我可能要先做個簡報 假設啦今天這個做個簡報 那個簡報的話呢 當然最好的方法用動畫來表示 當然會比文字敘出來簡單一些 所以首先的話 日月潭 日月潭位在台灣的哪個地方 中部嘛 所以這邊有個黃點對不對 假設我今天點擊它 它秀出日月潭的 這個位置圖 讓你看到有沒有 它一定是一個日潭一個月潭 OK有沒有 所以將來的話 我們假設要坐船 比如說我帶大家去坐船 那坐船的那個路徑 我要先跟各位做個說明 那用什麼方式說明比較快 那用文字敘述可能大家還不是能夠理解 這個立方體的一個轉 好 那各位可以發現 假設我今天要去這月潭坐船 我要從哪邊呢 從這個水色碼頭出發 到什麼 拉魯島 一直到什麼 懸光寺 再到什麼 伊達哨 碼頭 最後再回來 那當然這個效果的話 最好是可以 有一個動畫 所以我這邊的話 我把這個聲音也打開一下 那其實它也會背後有個聲音出來 好 試一次這個 那點擊這個之後 有沒有 這時候就會有 的那個聲音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呢 其實我們將來 的路徑就是類似像 那這個是用 POWERPINE做出來 你做出來 其實將來 你這個路徑 都可以自己指定出來 那你上面要放的東西 不見得是一個 那個 像這樣的圖式 你可以放自己 喜歡的圖 OK 再來的話 下一張 那時間要花多少? 總共要一個半小時 所以一個半小時 那我要怎麼樣敘述會比較清楚 比如說我這一個半小時到底去到哪裡? 怎麼去時間怎麼走? 那這個地方有個動畫 這個等一下你們要做出來的 什麼樣的動畫呢? 就是總共一個半小時 那總共會有五個行程 也就是說你要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 一個半小時 所以分針到一圈半 時針到多少? 一個半小時嗎? 就叫剛好45度嗎? 因為一個半小時嗎? 應該知道這個原理吧 一個小時 然後半個小時剛好 這個就45度嗎? 那分針到幾度呢? 一個半小時 分針一個小時到幾度? 一個小時剛好繞一圈嗎? 就360度嗎? 再半個小時嗎? 再加180嗎? 所以多少? 就540嗎? OK 所以這個地方還要學會的嗎? 不過它不是考你數學啦 它是要希望你怎麼樣把這個動畫做出來 特別重要 不過我覺得這個地方最難的應該是在這個動畫 就是說你怎麼樣把這個時針跟分針能夠旋轉的動畫做出來 點擊它之後它要繞 旁邊這個也要繞 就是漸進的出現 也就是這個分針繞了540度 那這個繞了40度 剛好會有這個效果出來 那最後的話就結束這個動畫 OK 那這一題的話基本上都是在學習怎麼樣做出這個動畫效果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點這個黃點的時候 這個東西要跳出來 然後呢 再怎麼樣可以讓你這個圖沿著這個路徑去走 再來就是這個時鐘怎麼樣做旋轉 有三個重點 所以請各位先把這題的題目先打開來 它預設就是已經大部分的題目都給 該給你的圖都給你的 只是你要把這三個逐一的完成 OK 所以請你把題目再稍微看一下 裡面的話大概會有總共5道題 這5道題就是我剛剛做的這個效果 第一個就是點擊黃點 那能夠把那個東西跳出來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動畫 反正暗部就班 1 2 3 所以我們有三個動畫 第一個動畫的效果 請各位先播放一下第一個 投影片直接播放 它會有這個效果出來 不過這個效果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效果是什麼 就是它不要馬上出來 而是當我點了這個按鈕的時候 這個東西才跳出來 是當這個點了它之後 這個東西才出來 可是現在不是這樣 那怎麼辦呢 記得第一個呢 有關動畫的東西 通通會是在動畫裡面的 所謂的那個動畫窗格裡面 這個有個動畫窗格 那你所有的動畫 它都會幫你記錄在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將來這個動畫 你不要讓它顯示出來 當然你可以把這個動畫給移除掉 它就不見了 那當然這一題沒有叫我們移除 所以我們只是把它改一下 那改什麼呢 就是請你選一下 選什麼 底下不是這個群組3對不對 群組3指的就是這個 日月月壇的這個 你怎麼知道這個是群組3 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在常用裡面 有一個要選取 裡面還有一個叫選取窗格 這個選取窗格裡面 就是可以讓你知道說 比如說你點擊裡面的所有元件的名稱 比如說這個裡面 月壇其實就是一個什麼 舉行13 然後這個是舉行12 日壇 那全部群組起來 就是一個叫群組3 那這個怎麼做出來 其實它就一個一個一個 最後把它用Ctrl鍵 全選就按右鍵把它群組 它就變成一個群組3了 另外那個黃點叫什麼 其實就是什麼 橢圓2 我們要的效果是什麼 就是當我點了橢圓2之後 把群組3給叫出來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這個可以關掉 當然你要知道說 裡面有哪一些元件的話 你可以從選取窗格裡面去看 可能把它關掉 好 那我們理解這個之後的話 接下來請你先點一下群組3 所謂群組3點擊之後 你會發現它框框會出來對不對 那接下來的話 一樣 點擊那個動畫 特別注意 如果你將來希望 當黃色點被按一下的時候 就跳出群組3的話 那你就選擇動畫 裡面的觸發程序 那所謂觸發程序 就是說 當什麼狀態發生的時候 它會顯示出這個群組3 當什麼呢 按一下 按一下什麼 剛剛不是黃點叫什麼 黃點叫橢圓2有沒有 也就是當 這個橢圓2被點一下的時候 然後呢 什麼什麼狀況發生 就是說 這個群組3呢 就會被叫出來 所以我試一次給各位看 第一個 我先選一下群組3 記得整個點選 記得整個點選 OK 群組3 整個框框對不對 觸發程序按一下 橢圓2 點一下 OK 好 做完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發現 在這邊應該會有一個什麼 這個閃電 閃電實際上就是觸發程序 當然你也可以從這邊再做修改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我切換到那個 頭影片放映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因為我已經更新了 它的那個觸發程序 所以一打開之後 它其實不會有動畫 那什麼時候會有動畫出現 當我按一下它 橢圓2的時候 群組3會不會出現呢 群組3會出現 所以它的流程大概是這樣 當然你會想說 老師那如果將來呢 我要自己做其他的效果 怎麼做 其實也很簡單 你如果說要當按一下什麼 一個圖案的時候 那這邊也有很多圖案 比如說你按一下一個什麼 按一下一個笑臉的時候 可不可以 你可以自己做一個笑臉有沒有 然後再到設計裡面 去變更它的那個 它的樣式 比如說它的顏色 你可以再改成其他樣式等等的 然後呢 再換一個樣式之後 當然你也可以知道一下 它的什麼呢 它選舉窗格裡面 這個東西叫什麼 這個東西叫笑臉4 那當然你也可以 當我點了它之後 可不可以不要橢圓 可不可以用笑臉4呢 其實當然可以啊 你可以講 再切到那個動畫裡面 觸發程序的時候有沒有 就不是橢圓 而是笑臉4 有沒有 那就按笑臉4的時候 欸一樣嘛 反正就是 由哪一個去觸發另外一個顯示 就可以用類似的方法來做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 畫面先還給各位 就是把原來的動畫 改成就是一定要按一下 那個黃色的按鈕的時候 它才會被觸發 這個應用其實還蠻廣泛的 以後的話 比如說你要給小朋友 做練習的時候有沒有 那它等於做完之後 比如說你那邊可以放一個看答案 按下去答案就出來了 有沒有 看答案 才會答案出現 否則你沒有按那個看答案 那旁邊的答案就不會出現 那這個其實可以做的蠻多 類似那種兒童的教學 互動式的一種教學 其實也可以用PowerPoint來做 是不會有問題的啦